請問他今天有什麼理由 不到柴委會來 你陳耀祥主委 都不用來我們國會備詢 是這樣藐視我們民意機關就對了 你那些NCC現在很大碗就對了 你們主委很大 你們招偉這麼大碗 我看是大家都看到了 我第一次聽到請假這件事情 招偉沒有准假他可以不來的 我不知道誰給他這麼大的膽子 這麼大的權限 你要幫他扛是不是 你扛他起嗎 不要用掉有郎當的態度 不是跟你獨立就隨便啦 明明禁電視早已經違反了付款 為什麼NCC還不處理 這不是包庇什麼是包庇 理性調查清楚你上次就這樣講了啦 全部都要講官話 我想請問一下喔 上個禮拜我們的這個主委 就已經沒有出現 在立法院 那今天他又沒有來 我想問一下 到底有什麼 我看他也沒有其他這個委員會的備詢 請問他今天有什麼理由不到財委會來啊 報告委員 因為今天 主委有跟那個委員會的 趙偉請假 是這樣子 沒有啊 欸 趙偉說沒有喔 主委是誰 那個 我們陳耀祥 陳主委 我沒見過啊 是 是 假單在哪 我們趙偉啊 他不去趙偉 他不去趙偉 蛤 李陳耀祥主委 都不用來我們國會備詢 是這樣藐視我們民意機關就對了啦 然後現在趙偉說他沒有請假喔 你自己趕快想清楚 到底有沒有請假 包委員這個 我會跟我們主委報告 請 假單招委沒有拿到 這樣我們還要問下去嗎 報委員 我們主委這個 你NCC現在很大碗就對了啦 報委員這個 我現在看到的那個 我們的公文是有請 像那個財政委員會 大委員會的財政委員會 請假 有 是 那這裡應該是要 也要跟趙偉這邊 喔 我時間應該要停一下啦 讓請假的事情要不要處理好啊 時間暫停 時間暫停 你這裡是什麼 就這一張這樣子 欸 就這一張是不是 是 那 如果這樣可以準的話 那我們所有的文武百官喔 以後你們套中拿這些張 來就好了 因為你拿了你就可以不用來啦 重點是我沒有準假 是 是 我沒有準假啊 那我怎麼不來 對啊招委 這樣我們要繼續省下去嗎 今天是浪費這麼多部會的時間 在這邊就對了 對我們主計長坐在那邊 為了要坐在那邊 你們主委很大 讓人請假就不好請 那我們要繼續嗎 就趙偉決定啦 現在時間暫停啊 對 OK 你說得開心就結束 好 沒關係啦 你們齁 趙偉這麼大不 我看是大家都看到了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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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聽到這個請假這件事情 趙偉沒有准假他可以不來的 我不知道誰給他這麼大的膽子 這麼大的權限 那副主委還敢這邊說他有請假 如果我剛剛沒有往下追 誰會知道他到底有沒有請假啊 你要幫他扛是不是 你扛他起嗎 說明啊 那個這個我們有依照這個程序 但是就是趙偉講他可能沒有趙偉沒有准 那我們有按照這個程序 我們等一下會跟我們主委這邊聯絡 他要自己來跟趙偉做一個報告 那我想上禮拜一樣啦 就是說副主委我們這個進電視這一題 前禮拜他就閉上去不要讓我們問 我今天想說今天來這邊 他最少應該也來負責任講一下 15億元怎麼放 怎麼樣子去處理 那今天他一樣還是沒有來 那上個禮拜NCC 他是以你們是以這個進電視的這個董事長 鄭優請假為由 決議擇旗再審 那這個案子還有很多要釐清的 那我今天就就幾個點來回答 副主委 我也看到你上個禮拜回答問題的態度 我希望你要很嚴正的回答我下面的問題 不要給我用掉了郎當的態度 不是跟你獨立就隨便啦 這一題我就問 NCC的調查報告失口否認我們進電視股東的這個 私賣股股份違反付款的一個事情 但是去年9月22號進電視當時的三董一間 針對NCC的這個進電視公司的變更案 回覆的非常的清楚 他們指出裴偉跟精進傳媒公司 到現在仍有許多方面跟本公司牽連甚深 尚未切割 這非常明顯是違反了NCC 當初所做的行政處分的一個付款 所以我想請問副主委 明明進電視早已經違反了付款 為什麼NCC還不處理 這不是包庇 什麼是包庇 這個我們會釐清調查清楚 釐清調查清楚 你上次就這樣講了啦 你的報告寫得讓大家滿意嗎 全部都在講官話 這個是你們的那個搖仁多先生 搖仁多先生 昨天 他發了一篇臉書 大家現在可以Google一下 臉書 不是上面明明白白寫 他昨天呢 試圖想要幫這個進電視洗白 非常有趣喔 這個搖仁多 他是進週刊的特約總主比 但是他跳出來要幫進電視洗白 搖仁多有多麼的吹捧陪尾 在那篇文章寫得非常清楚 我也沒有意見 但是身為進週刊的這個特約總主比 出來幫進電視帶風向 不就證實我們進電視跟進週刊之間的一個連結緊密嗎 所以這個三董一間的說法並沒有錯 副主委 這樣子 你怎麼樣來說明 進週刊跟進電視是有完全的一個切割 你們現在查到什麼程度 來報委員 姚仁多先生這個是屬於他自己的言論自由 但是我們委員會會按照衛管法第15條跟第16條 他的董監事變更還有他的那個登記事項的項目 我們來審查調查釐清就是剛才委員講的問題 我們都會再釐清再調查清楚 再釐清再調查再釐清再調查多久 這個案子沒有時間表 但是委員的意見我會帶回去給委員會去把這些 剛才講的就是進電視跟進週刊之間有沒有關聯這個部分 請他要再釐清再調查清楚 你會帶回去給委員會 你會列席參加委員會 還是都是只有主委參加 不會這個這個信息 那個在委員在財政委員會這樣的質詢的意見 我一定會帶回去給所有委員了解 要請他們確實在了解一下 淨電視跟淨週刊之間的關係 再了解清楚 我一直繞著三棟一間 因為這個是他們自己看不下去 離開 他們跟NCC檢舉後沒有多久就離職了 為什麼他們要辭職 不就是陳泰明 陳志遠跟葉國一 這些大股東他們就是不想玩了 準備要賣掉這些股份脫手 不然這個三棟一間幹嘛要辭職 你說這樣是巧合 就有這麼巧的事情 所以後來呢 才有爆出股東向媒體證實已經賣出了股份 那錢是由裴委出的 副主委 事情這麼清楚 你們還要裝作看不到 還是你自己怎麼看這件事情 報恩這個部分我們也有 有去韓跟金管會 有韓請金管會去調查 那這個部分金管會也給我們回韓 那委員講的今天所講的市政 包括剛才講到的那個質詢的一些議題的事情 我一定會帶回去請我們委員會再了解這樣 剛剛金管會給你的回韓的內容 你為什麼不敢講啊 這個部分金管會有 他是認為說 現階段沒有這個的市政 但是我想說 沒有這樣的市政 金管會講的 你確定喔 要跟內行人說外行話 現在今天是申請變更的這個董間 三董一間 就是去年10月27號 股東會所補選出來的 真正的股東到底是誰 這些新的董事又是由誰來提名 代表哪些幕後的一個新股東的一個利益 這些問題請好好去釐清 不要再說你帶回去 金管會我今天就不問你了 今天我已經提出來了 請你們好好查清楚 謝謝 好 謝謝委員 我一定會帶回去給委員會相查 好 謝謝 謝謝